這一年以來, 一直有人問我 拍不拍新的一輯看樓團 我以為自己很紅 其實紅不是我, 在樓宇那裡 於是我膽粗糙跟公司說 不如拍新一輯看樓團吧 公司反問我, 看樓人也懂得看 為什麼一定要是你? 不如這樣吧, Ben Sir 他拍了一條資訊片來去推銷自己 於是我就拍了這條片 Ben Sir看樓團可以說是 電視史上最成功的看樓節目之一 Ben Sir這人很風趣幽默 兼且又很有心 我想到了, 我真是獲益良多 對了…Ben Sir看樓團 很感謝各位幕前同事鼎力支持 令到歐陽小BanBan終於有個機會 在接下來一連十集裡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 香港、泰國、日本的 筍盤、怪盤、騎尼盤和水果盤 敬請留意 Ben Sir看樓團 英文, Please Servant Top Ten 佛系, 兩年前已爆網絡的潮語 是指無欲無求, 順其自然的生活態度 經過網絡世界, 不斷放大 佛系就跟很多人和行為拉上關係 變成他們的標籤 例如佛系港姐、佛系女友和佛系業主 在2019年稱得上佛系業主 除了奉行緣分到了自然會上車之外 他們對物業的要求也放下偏執 昇華道不理好丑, 彈球有樓 Ben Sir看樓團是你的ProGuy 各位觀眾, Ben Sir看樓團 每一集都會請來一些特別的嘉賓 而今集就是… 歡迎收看全宇宙最受歡迎的節目 《年輕人聊聊聊天》 太好了… 你好, 陸奔, 瑩瑩 雷宇Sir和爸爸 你好 我們看到什麼 年輕人如何上車又請我們的嘉賓 Ben Sir 你好… 你好… 各位, 我們今天說的字 就是江哥, 柳字 柳本身的部首是木字邊 但是今天柳字的部首是女字邊 所以這一集特別的名字 就叫做 《年輕人啟柳團》 我一看這裡, 實用面積303呎 最近成交了488萬 而我覺得最特別就是看到一副眼鏡 不是我們平時放在眼鏡上的眼鏡 而是一對眼鏡房 眼鏡房一看一看一看到大門口 有什麼蝴蝶蜜蜂衝擊進來的廳 馬上一眼就看到了 好, 以下的時間交給你們的形影 沒問題 我覺得一看一定要看看 開放式廚房 黃老師, 你看看這邊 其實廚房本身有窗已經挺難得 剛才這個角度又看著電視 又看到老婆在廚房煮飯 你看多麼溫馨 這裡很棒的 你看看這個景, 韓韓三樓的景 因為看到什麼? 看到唐樓、公屋和私樓 完全是… 大家都很開陽 看到天空, 你看得到嗎? 對 我們叫做開陽樓景 我想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這裡一梯四個 在香港來說都是低密度的 對, 因為現在從香港的新樓 一梯三六寶 這裡是低密度豪宅 別這麼急, 別拿錢出來買 先看看旁邊的房間 你鼓起勇氣, 幫我練習一下 好, 我稍後跟她說 Louisa, 這裡四百八十萬左右 如果我首次接, 盡到八成案件 即是要八多萬 二十七年樓, 你還是帶我一點 跟你差不多, 也不是很老 你之前借一百萬給別人 現在過了這麼多年樓 你百多萬一定有 律師費的不用給, 你是律師來的 那不如我和你一起住在這裡 今天好嗎?好嗎? 好, 沒問題 我給你, 真的不行嗎? Louisa, 我有些話想跟你說 來… 這邊… 很厲害 你再看前面, 有漁林景 不, 你先看 這個景觀看著奧運站那邊 其實那邊有很多高層的旗宅 說今天我們這樣的價錢 我可以享受到一樣的景色 我們豈不是很划算? 你做外望遠一點 其實是看到西環甚至太平山頂景 即是在港道一小時生活圈裡 不, 你…快過來吧 什麼事? 這裡才是全屋的重點 多多錢都買不到 你想想, 香港有什麼房子 你穿衣服的地方 可以緊貼住隔壁屋的穿衣架 會不會我在這裡 言良實德地收穿衣服 剛好對面那位南湖主人 收穿衣服 大家不就兩情雙月四目交投 就是浪漫愛情故事的開始 如果有事, 收藏你的衣服 也好, 私隱的衣服 還可以特地進來還給你 對, 你們覺得可以嗎? 想不想買嗎? 其實說真的, 雖然好像小一點 但作為投資還可以 可能每個月都要供一點 供一下, 供一下 轉眼間, 人生過一半 有多層樓, 這樣也不錯 很有親切感, Ben Sir 好像我們的拍攝廠景一樣 詳藝實的 這個屋苑的設計師是香港人 他將當年香港九十年代 即是Ben Sir成長年代 這個屋苑的設計和管理 引進來泰國這裡 什麼都不用說了, 有個露台 膚淺 這個很漂亮, 還有這個 這個斑蘭蛋糕是什麼玩法? 斑蘭蛋糕反映當年 這個單位的第一手業主 是新加坡人 這個單位是二十五年扭齡的 好, 整個屋綠色的七十年代的設計 也是Ben Sir出生的年代 去樓上看看吧 斑蘭蛋糕變成忌廉蛋糕 對, 上面白雪 小姐, 想喝什麼? 西瓜汁 這麼膚淺 快點, 你看看這裡, 很大 真的挺大 對, 又大又大 廚房就在這裡了 這個比較像花桌 如果煮東西吃就要拿到下面的飯廳吃 這些就是品味 好, 熱 複色連天台、花園再對上河景比鑿 在香港肯定是天價 是你們開過假的 這裡複色單位合格盤, 賣成二千尺 三百萬 三百一十萬港幣 恭喜余小姐 你馬上名聲複色單位 連天台、連花園的業主 Ben Sir, 你的樣子陰陰濕濕 肯定有點古怪 你又有心度 這個單位其實是六百萬泰銖 圍起來港幣一百五十萬 我連上豪裝, 連上傢俬 連上所有雲石設計 整個美花園 都是二百萬有差 無緣無故賺一百萬 恭喜余小姐… 恭喜余小姐, 恭喜余小姐 恭喜… 香港年輕人常常買不起房子 好, 不如眼光放遠一點 在大阪千祖赤板村 因為村民年紀老化, 出生率低 很多房屋都空置了 當地居民就組織了空置單位資訊庫 開放給村外的人登記 用便宜價甚至免費租住 和買賣這些單位 而資訊庫的負責人呢 就是Tanaka先生, 田中先生 是, 田中先生說這間是一間屋子 大家聞到那種味道嗎? 那種歷史的味道 因為相當悠久, 有150年 就是由明治二年1870年 那時候就建好了 大家看不看到那裡有個字嗎? 有個水字 水字寫在上面不是因為水為財 是想來鎮住那間屋子 不讓那間屋子發生火災 去樓吧 那就去吧 Vella, 你進來後真的很有驚喜 是驚喜地舊 很怕這個燈 這邊的廳的情況稍微好一點 雖然有點凌亂 但覺得小朋友在這裡吃飯、做功課 這個也不錯的 不錯嗎? 我們進來裡面看看 你看看一個廚房 這個廚房雖然現在夏天熱烈烈烈烈 但這裡感覺到一種蒼涼的感覺 還有一些寒冷 塵應該由明治到現在已經超過100年了 我很怕那些刺刺的 你試拉一下櫃子打開來看看有什麼 Ban Sir可能在裡面 阿文, 走路 走… 沒事, 我們不如看看房間 我想也沒需要進去 我進去那邊, 你一定要進去 為什麼要進去? 我們有視力可以看到的 我剛才進去, 你進不進去? 這間房間我想大概100多呎 而且外面有冷氣機 不過應該用不了 Ban Sir, 我已經看完了 我只想知道一樣東西 是 是不是免費的? 當然不是 但是三十多萬, 連上一塊地皮 看你們兩位佛系的業主, 是嗎? 成磚佛這樣, 行 我叫阿Tan, 佛先生 找一間免費過你們的 好, Ban Sir, 先拿一雙鞋子 好 好, 怎麼回事? 這間跟剛才那間相差很遠 這裡立刻住得差不多, 什麼都有 是沒得比的 起碼有電, 家居齊備 塌塌面又乾淨 是不是業主去的旅行? 順便一起我上去檢查一下 我又在這邊檢查一下 這裡有條走廊, 去哪裡? 真的比剛才那間好多, 起碼走進來不怕 這裡有一間房間可以招呼朋友 這邊是什麼? 浴室和廁所很新, 真是拿行李進來就能住 有什麼可能免費? 難道Ban Sir騙我? Ban Sir, 你騙人 這裡是不可能免費的 這裡免費, 房子免費給你用 不過不包括外面那塊地皮 你花一點錢, 裝修一下 是呀, 弄得比阿殼 人無非都是要一個殼而已 那中了一個問題 外國人可以申請嗎? 可以的 田忠先生, 我有心思打你這裡 要給他一點掌聲 不過最棒, 最煞食就是這個標 坦白說, 我們的佛系業主 求什麼?求有一個殼而已 每天可以看著這個脆綠的山景 然後探一顆草餅, 復復何求 現在開始排名就對了 二百多個籌 至少比香港的公屋短 沒那麼多人爭 赤板村在度假勝地金剛山附近 乘車去大阪市只是四十多分鐘 很方便 所以引導很多日本人、外國人 來這裡買一間便宜的房子 自己去收拾裡面的裝修 還有展露自己的設計藝術 現在開始排名就行了 各位, 我們這個節目是一個投資節目 所以我們每個主持人 一定要申報自己的利益 好, 大家說說自己的性格 Anson, 我先說 我是A1, 曾經擁有 早已轉手, 現在是無學蝸牛 我更慘, 我連一點經驗都沒有 我A0 我更慘, 我在A0.5 跟男朋友交錢買了一層樓 但沒有自己的名字 不是, 我才是最慘 我G0, 學校, 然後零 又借不到錢, 什麼都沒有 但Ben Sir, 你不同 你…A380 這個我不知道, 要問Ben嫂 我只關心樓的東西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六百七十多呎 業主要求1400萬 根據最近的租務成交 有一間租了三萬元給年輕人 這裡除了Ben Sir之外 最接近年輕人的思維就是你們 值得買嗎?值得投資嗎? 你們去看看吧 我最著緊的陽台 這裡很闊路 起碼站到五、六個同學都可以 看出去, 遠眺山景深礦神儀 最棒的是什麼? 有點馬上連的感覺 下面有四、五間中學圍住 這裡租了三萬元左右 好, 這間房間小尺寸 對面的房間小尺寸 大概是八千元 大學生比較有預算的 有錢的人就住套房 大約14000元 其實很多朋友都在大學附近 或地鐵站附近 租樓方便上學 但他們都是人均四千元一個床位 即是這間房間可以放一個樓架床 那邊又放一個樓架床 廳這麼大也沒用 再放兩張樓架床 套房再放樓架床 價格萬格 十個八個男生在這裡住 你有一半人拍拖也糟糕 整個屋都是人 誰說我沒錢 你500元 讓我租個陽台住也夠了 我走了 計我說有預算 一定要霸佔這間房間 為什麼? 你看, 一個私人洗手間 因為我們年輕人 早上最喜歡設置頭 又要化妝 最怕跟人搶廁所 對, 我們可以放雙人床 在窗台上 一個人也可以多一點空間 對 或者這麼大 這麼喜歡在床上做運動 運動也很重要 就是要去洗澡 但是這個洗手間有樣好 有個浴缸 在浴缸可以浸泡粉紅泡泡肉 不用特地去越南富國島 你是不是在串這個人? 好 我打算衝上來而已 不過這裡挺熟臉的 真棒 竟然是這個越南才浸泡的泡泡肉 在香港的中心怎麼都可以浸泡 沒錯, 這裡四通八達, 比輪九龍塘 對, 兩個女孩子這麼長 做完愛, 梅家都還沒出來 這室很大, 很漂亮 說實話, 你們看了這麼久 覺得值得買嗎? 這裡是大圍車廠的上蓋 即將來如果這個沙中線 有幸可以通車蓋 這裡一定是大幅上漲的價格 這裡是東鐵線沿斬 我們搭去羅湖洛馬州不知多方便 有空就能在那裡喝一些 令人喜愛的茶 還有探望魚 適合年輕人生活的態度 牛猪吃酸菜魚 各位年輕人 這時候請我們的樓市專家 Ben Sir的朋友Joyce 跟我們分析一下 Yahoe Joyce… Joyce真棒… 因為這麼多年輕人在這裡租 好, 計算一下, 一個床位是五千元 你想想, 一間房間可以租一萬元 最主要的房間可以租四間有兩萬元 加上廳有四萬元 不得了 租金不會的 不過大家要留意 因為租給年輕人 因為他們不會清潔 所以如果你想廁所保持乾淨 你就要找一個工人嬸嬸幫他們 你不要純粹看租金的數目 還要看作為墳墓的樓宇價格 現在香港一般來說 三厘已經很好 還有免租期 分分鐘一、兩個星期免租期 你不能收租 你轉租客的裝潢 起碼也要十萬元以上 所以在香港地 收租分分鐘比打劫更慘 但是如果在泰國和日本 分分鐘收租好比打劫更好 來到大阪的東城 好像沒什麼特別 這裡沒什麼旅遊景點 因為這裡是傳統住宅區 交通方面也有很多東西賣 很受長租短租的租客歡迎 你日本玩的朋友記得找一間 拿民宿牌的民宿 因為自從2018年開始 日本立法規管民宿的經營 原本有些民宿的單位 申請不到牌照 就造就另一批新興的民宿出現 新興民宿有多新? 新到一等去年10月已經建好的 九層高的物業 一開59個民宿單位 我感覺到裡面有些特別的東西 浴室、廁所沒特別 廚房也沒特別 廳房嘗嘗, 沒特別 Ban Sir, 這裡… 我先試一下, 這裡是不是特別便宜? 這裡每個單位差不多三百多呎 在賣港幣130萬 一百三十萬也不是特別便宜 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項目是由一個發展商 和一班民宿公司合辦經營的 你買了一個民宿之後 你除了擁有物業權之外 所以估物論租不租出 民宿公司也能給你一個十年的租金保證 就是說每個月把租金塞在你的銀行戶口 一塞就塞你十年 所以你不僅是賣了一間房子 還要是賣了一個十年固定回報的投資產品 年輕人, 當作儲錢也不錯 話說回來, Ben Sir 是 能否投資一個呢? 小豬, 你說租金回報沒什麼問題 至於租金不能夠上調 所以大家要留意日元的匯率和通脹 正所謂收租就好過打劫 有固定的租金回報 就是有固定的打劫對象 不過我們這些善良的人 就不適合打劫 不如我們買一套收竹吧 這個單位350尺一廳一房 賣港幣140多萬 距離BTS但MASG有六分鐘的報程 附近進駐了很多外國企業和科網公司 到時就有很多鬼仔, 你們不需要Ben Sir 直接打劫他們就可以了 一房單位, 連鋪廁, 廁所呢? 那不用那扇門了 這扇門開做廣門和廁所門也行 其實這個設計挺適合年輕人口味 如果是單身的 或者是二人家庭, 都挺適合 但是這個廚房和其他小單位差不多 都是僅弱的配置 適合模範夫妻 對, 不過如果招呼朋友上來 就叫外賣吧 一般來說, 一大群人上來 就只不如下去吃飯 下面商場很大又大又漂亮 最底層是24小時服務 隨時可以滿足你們兩位的需求 這樣嗎?買來放了會不會呢? 一般近BTS站的泰國樓 本租的門會有四至六 而這個單位可以租到港幣四至五千元 至於會所的設施 和其他泰國樓本差不多了 對, 打劫 Benson, 我們真的不是在這裡打劫租嗎? 當然, 三百多隻百多萬 當然是打劫租給附近那些 外國科網企業的員工 至於你說不能通通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共享辦公室 來創業 我的時候可以去下面24小時的商場醫圖 別妨礙我的創業 怎麼了?你拍我嗎? 我不會認識你 不要緊, 余小姐, 我認識你就可以了 Bank Sir這個人很孤寒、很獨宿 又會跟跟計較 還有最大問題是什麼? 她的送錢很貴的 最近我出了一首新歌 叫做《忽然又想起你》 姦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黑銷嗎? 又是你說黑銷的 黑銷你就可以, 黑銷我不行 不敢… Bank Sir看樓團還有英文名字 叫做Sir Ben Throck Guy 就是看樓指南的 Property Guy的簡稱